您现在看到的这辆接近大脚的低速越野车 出自一位京郊农村小伙 小强之手 我注意到这台车是车友在我的抖音群里的评论 从此 大蜗牛 就成了他的别称 这辆车 还是双模驱动 可以使用前面的电机 或后面的发动机 进行单独或联合驱动 他蕴含着更为纯粹的机械结构 因为小强与大蜗牛所出的环境 和慢节奏的生活 让他们并不需要快 但却需要足够强大的离地间隙 和轮边扭矩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 有如仰貌幽巴那种 疯狂跑土的 狼狈不堪 取而代之的事 云胎低速 四径四滚转 但绝对坦然自信的盘盘 起初 我是不太理解 小强为什么要把他的 大蜗牛弄得如此沉重 两套动力系统 加上电池 又通过繁琐的 机械结构 在防弹里去 要使得油 出来了很大的负担 以至于尺轮 十字轴 都成为了消耗品 后轴断了一下 现在是后驱的 单轮驱的 普通直接能采购到的 半轴和牙包 根本无法胜任这种 这个轮子这么大轮子 它这半轴它就 负荷不了了 就有时候断 必须更换更为强壮的 齿轮半周 DIY分动箱和牙包 但这样一来 整车的重量远远超出一斤 更进一步 给通过性能和机械不见的损耗 带来了额外的异合力 对我的认知来说 反而不如去掉一股用力 这样就可以 给整车瘦身几百公斤 换来更简单 和更高效的通过能力 但DIY 就是可以这样 不讲理 又似乎非常合理 天作是吧 透作这个 这是我 外挂前路 小强 小强以前的职业是一名前工 所以车洗爆膜就像日常一样 一套纯DIY的独立悬挂死去系统 也算是证明自身能力和价值最好的体现 小强有自信和能力负载这些装备的时候 那么在他生活休闲的环境里 不断提升和补强 他的传动系统就和日常去攀爬越野 有着同样妙不可言的乐趣 人往往都是这样 当自身具备一定技能后 自己的理想和现实工作 必然会有些许落差 如果能按照自己的意志 DIY一辆强悍的越野车 并把它优化成能被其他人笑纳的产品 远比窝在厂房里日复一日的加工零物件 或枯燥的工作 要来的更有吸引力 小强就是那种随性又有勇气卖出体质的人 所以 他灵活就业了 但他的大蜗牛 也并没有像最初预想的那样 能封装成产品 倒是随着不断的升级 火力和弹药 时不时会出现短缺 实话说 我并没有从小强身上看到任何像我们这一代人 那种焦虑和困惑 他依然保持着某种乐观和快乐的状态 当我身边很多朋友约我 过一阵 去聚会 来玩车 或者旅行 我都知道 那往往是一张自我安慰的困惑支票 而小强 说在玩车的时候 他就正在大自然中 体验轮胎 与不确定地面摩擦的快乐中 甚至在黑夜 同样可以做到快乐的间断 这是那些 一周九九六们 无法体会的存在和状态 所以我觉得小强其实比我们大部分人都更要快乐 比我身心健康 这从他由然而生和异于言表 便让我身心不移 小强和我都是喜欢在一款车上不断打磨和优化的人 只不过他更执着 他只打磨他的专属大蜗牛 相比一年前 我看到了更强健更耐造的大蜗牛 从视觉上 肉眼可见的传动变粗 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 我通过DIY车架 对现成的零部件进行优化整合 而小强是纯粹的DIY 尤其是经过他不断打磨优化的分动箱 可所指的重载差速器 都是经历过严苛测试环境 并使用可以负担汽车级别的零部件 所以通常有朋友在网上给我留言 问可不可以给他们的需求定制港管车 我是拒绝的 但对于小强来说 他所业以即日打磨的DIY物件 才更适合甚至超出这些定制需求朋友们的预期 你们就在抖音上搜那个带油把锁的小强 你们的支持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和火力储备 小强和他的大蜗牛 我唠叨完了 从2024年开始 我除了自己折腾DIY 还会游走于祖国的东西南北 和一些拥有同样爱好的DIY达人们进行互动 并把我的见闻分享给各位 他们可能非常平凡 但又有异于常人的毅力和执着 也可能就是帮助你实现迈出最艰难那一步的主推动力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记得订阅 点赞和收藏 您的支持也是我继续制作 和更新的动力